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星一言是正式发布面试了 它能不能帮助百度杀出一条血路呢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了 首先我们看到昨天啊 百度最新推出的AI产品文星一言 那也是被市场称之为是中国版的JetChat GPT 董事长李叶红昨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啊 文星一言在文学创作 商业文案创作 还有数理推算 中文理解多模态生成 五个使用场景中的综合能力 但是呢 他也承认现阶段的文星一言其实并不完美 有时也会发现一些明显的错误 发布呢 还是因为有市场方面的需求 之前啊 市场热潮百度方面的AI概念 大家又可以看到在百度方面的股价带来一阵的提振 现在正式发布出来了 今天股价又是有一成以上的升幅 首先我们就来就我们的互动话题谈一谈 您觉得百度这次推出的文星一言 能不能帮助百度杀出一条血路呢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确就很大的一个需求 尤其就是大家前期就是去年底的时候 看这一个外国的一个TrackGPT 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热潮 然后当时就百度宣布 今年会推出这个文星一言 然后我觉得就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肯定是对于这个聊天的一个机器人 有很明显的一个需要 所以呢我觉得它能够摔线就在中国市场推出的话 基本上可以就牵起就是未来的很大的一个 就是增长的一个空间 当然就是我觉得是与它现在的一个业务 有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因为第一就本来百度是做一个手术 以前就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就在内地来说是一个龙头的一个位置 但过去就我们可能就只是做一个手术 但是没有就跟这个智能的一个互动 那现在呢有个聊天的一个机器人 可以就是在不认 你知道都不知道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也可以边学习 边跟你就是去提出一个答案 然后就更多的一些逻辑的一个思考等等都有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记得就是前期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不能够用这个聊天机器人来打考卷 或者是做功课 就表明他们有海量的这个知识 然后如果说你以这个手术引擎的这个 这个一个就是龙头地位 加上配合着一个聊天机器人 我相信百度应该可以刷出一条学路 当然就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触破阶段 还有一些企业可能就是希望试用一下 然后如果真的非常好的话 未来我相信就会有更多企业就刷线去申请 使用到时候为百度可能带来另一波的一个 就是新的一个引力的一个增长动作 是 但是我们从这个发布会上 很多人也会关注嘛 就觉得说感觉这次发布会 似乎有点差强人意的感觉 因为现在大家看文心一言 都是拿它直接对标拆在GPT方面 而这一次在发布会方面 其实我们看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现场的一个示范 而且呢也没有像微软一样呢 去跟一些这个拆在GPT这样的 去跟搜索引擎之类去进行一个结合 而且李彦宏也说 目前有650件企业 目前已经加入了文心一言的生态系统 而首批用户即日企业 可以通过邀请测试码 在文心一言的官网来体验产品 之后也将会陆续开放给更多用户 那么现在大家已经对它定位很高 当作一个中国版的拆在GPT来看的话 如果将来的业务发展 或者说实际的应用的情况 未如拆在GPT理想的话 您觉得会不会市场之后会有一些落差 觉得说你其实好像做不到 拆在GPT方面的一些事 可能在未来它的实际应用的效果 产生落差的话 可能会让大家过度的一个乐观情绪 会有所收敛 我觉得因为现在才刚刚推出 它背后当然就是这个不太成熟 未来肯定还是逐步的去深入 加入他们的一些知识 以及就是增加机器人 对于所有的一个认知 当然就是现在来说 我们可以分类 比方说中国的一些企业 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 可能中文的一些资料 然后就百度肯定是有这个优势在 我觉得就现在看整体市场 如果他们都是针对内地的一些企业 未来的发展的话 可以就循着这个方向 慢慢的去建立在这个 就是文心一眼里面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库存 以及就是他们的一些思考 怎么去做一些偏程等等的 都可以就慢慢去发展 我相信内地是有这个研发能力的 但当然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可能这GPT是有一个优势在 但我觉得比方说 你在内地可能用这个白度地图 肯定会更精准一些 在外国里用Google 就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就套用起来的话 其实在内地如果说文心一眼的话 的确未来比方说 都给它一年时间 有可能可以媲美这个 就是全GPT 不知道艾莉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在内地大家盛传 就是外事不决问谷歌 内事不决问百度 因为可能也是在于百度 负面对内地的信息的这样的收集 比谷歌的来源会更广阔一些 而且尤其像人工智能AI这些 它很取决于你自己的数据量多少 那你数据越多的话 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量越大 那你得出的结论 可能会比信息数据少的会更多一些 而且内地现在又这么重视信息安全 很多的这个数据 我朋友说在内地的一些商业机构 是不可以出境的 就你无论是数据的存储 或者是分析 都要在境内完成 所以在这块可能对外界来说 对境外的GPT来说 在国内发展可能会是一个优势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看百度的这个计划方面 他们表示说过去十几年 其实一直在持续地研发 一些AI的相关的技术 而且都有一直的资本投入 那么第一个版本 据说在2019年 其实当时就已经研发 并且是发布了 而且他们相信 未来也会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而且又说这个文心语言 其实也不是一个 中美科技对抗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I 第一 百度很早就运作了 那么第二 它是一个持续的资本投入 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 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现在憧憬 这个AI或者说文心语言 将来商业化运作之后 对于百度最重要的 还有盈利嘛 能带来收入嘛 那么将来的盈利场景 商业化的变现空间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去匹配到 或者说是能够去中和到 它持续在AI方面的一个投入呢 在这一块会不会有些 大家对它的这个盈利场景 或者说商业化应用的 想想空间又会太过乐观 那么如果说我一直在砸钱 在弄AI 但是这个项目 其实带不来盈利的话 这样会不会 将来也会是一个潜在忧虑呢 目前来说肯定还是处于一个 就是研发投入的一个阶段 而且呢你要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 它是逐步的开放区其他的一个用户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挺漫长的 当然就是初步的话 有比方说几百家几千家的 一个企业愿意去用 那你收费怎么样 是一个月的一个月费 还是一个 还有一些 就是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费用 还有就是你 怎么去继续让它进步 才可以就是有续用的一个可能性 这些我觉得都是持续的一个投入 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现金回流 但是怎么达到这个收支平衡 来带懂这个盈利 肯定是大规模的商业化的时候 或者是你渗透不止止 就一些企业 以及就是比方说一些个人 都是愿意去用的时候 我相信就像以前一样 就比方说这些电脑 企业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客户 然后到个人电脑的一个增长期 就像现在他们进入到这个时间点 所以可能是以年来算的 就比方说快的话可能两三年 就可以看到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效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与时间去竞争 对 然后你先推出文系人 不排除其他其实都在研究 相关的一些机器人 到时候整个市场又要抢占 这个市场份额可能又要打价格战 所以现在其实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挑战 就看他们研发的能力是到什么程度了 是不是这加速如果能够的话 应该希望就是在两年内 可以马上就把这个伸透率去布得更好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就是带来更多的收益 你一说到行业内卷 如果说像百度这样 其他也会想腾讯 我也有腾讯地图 我也有很多微信的数据可以收集 那我的这个database 我做AI也是具备这样的实力 会不会到最后又变成像现在汽车厂商一样 打出价格战 进行个行业内卷 大家都在争相靠价格 去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憧憬很乐观 那届时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毛利的空间了 那我们看今天股价方面呢 是升流1乘3 目前抱在142.4的一个水平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昨天 在有这个消息时候 市场没有什么反应还在跌 但今天一回来 升了一成以上的水平 问一下凤珠了 其实您会觉得在部署节奏方面 部署策略方面 今天表现这么好 那是不是代表说市场对它看法 还是比较正面 可以跟风来进行吵一波呢 当然就是前期其实 说要推出这一个机器人 的时候已经吵过了一阵子 然后就还没有推出这段时间 其实处于一个恒星的一个状态 在高位一个上落式格局 昨天呢在发布会的时候突然就暴跌 当时可能大家还没有认清 这个机器人到底为百度带来 有多大的一个效应 现在呢可能经过一天之后 可能有比方说市场有更多的一个声音 可能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发展前提 还是有的 所以就有资金去抄底 然后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但我觉得因为憧憬还是冲击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 就是何时能够成为一个盈利的一个引擎呢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应该也很难去继续炒作这个文心音言 为百度带来一些突破 我相信短期应该还是继续在一个上落式的一个格局 今天涨了差不多14% 我相信就可能到前期的一些高点 会有一顶阻力的 所以比方说就150左右 我相信会有获利盘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要看百度自身 除了这一个正在去慢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文心音言之外 它本来自身的一个业务核心业务 如何为业绩带来更大的一些亮点 才是推动这个股价上涨的一个因素 明白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大行机构的观点 像麦格里他们就着文心音言也发表一些看法 那么他们认为呢 百度的AI产品文心音言呢 目前是被市场低估了 麦格里认为呢 文心音言的速度 准确性 还有跨模式能力呢 都是叫他们预期的要好 相信呢 更快的上市时间将会是巩固商业化竞争互成河的一个关键 所以他们的目标会看170块 维持跑赢大势的评级 而汇丰同样认为呢 市场对于这个GDP4发布之后啊 对文心音言的期望是过高了 但是相信百度的先发优势 跟人工智能领域的长期投资呢 以及650间企业已经加入到这个生产系统呢 认为呢 会有助于百度在竞争中叫同业具备更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大行普遍都是一个正面看好 包括有机构会看到170块的一个水平 所以还想问一下凤珠 刚才你提到150块可能会有一个获利盘 这可能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目标了 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中长线点呢 如果说它这个业绩或者说这个参与的这个迹象 越来越有些好消息出来的话呢 您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142附近水位 是不是可以考虑介入一个机会 看中长线一点 那像170 108重回之前的高位 甚至回到超股价这样的话 您预期有没有机会时间周期看多久呢 如果真的是中长线的话 的确现在也是一个吸引的一个水平 当然就如果真的业绩配合 以及刚才您听到的有更多的一些消息 比方说这个文心颜言的渗透加速的话 的确是可以挑战就前期就是今年度的一个高点 166线突破 然后呢如果真的随着它的一个基本面 逐步的一个改善 挑战170或以上是有可能的 但这个呢可能也要到达 比方说第三第四季度的时候 才可以慢慢的一个看到 尤其就是先看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 做好的时候才有机会突破 就是挑战今年的一个高点 然后再做出一个突破 是单看文心颜言挑战高点 可能有点太过盲目乐观 所以还是要有基本面的一些 基本的业绩的配合才能够做到 那么现在可以考虑来进行个建造 那是凤珠的一个观点 希望可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启示 另外在科技股当中 有科技概念的吧 我们说月文也出了业绩 去年方面我们看少赚了有67% 只赚了约6亿人民币 那么按照非国际财务报告的准则来看 盈利大概是13亿 升了9% 整体收入是跌了12% 那么当中在线业务是跌了有一成七 版权运营收入则是跌2% 同时不拍墨气息 这份业绩看起来不是很理想 但是看今年股价升幅还是很明显 那么是有这个上升有7%左右的一个水平了 那针对772方面的一个情况 想问一下凤珠会怎么来看的 当然就是去年的一个盈利状态 就是非常的一个差 当然他有提到 就因为有一些部分的一个影视项目 有一些坏账的一个计题 所以也导致到这个业绩 可能就有一点转坏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表示他们在这个财务报表上 就有点保守 就比较稳健的这个原则 当然就如果说未来可以就 可以重新计算的话 有可能就为今年的这个业绩 带来有一点亮点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情况嘛 所以现在来说也不知道就能不能就驳回 所以也不宜太乐观 他有提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可能觉得越稳 可能好像就除了在上市那阵子就比较热的时候 未来的好像都已经觉得过去几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就是业绩的一个亮点 或者是他在业务上没有什么一些突破 但这一次他谈到要利用AI来写出这一些作家 又是AI的一些概念 对我 对 然后这个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 也是市场 今年对于智能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就是提升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看能不能带来成效 所以呢 现在所谈到的这一些AI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早阶段的 未来呢 真的要看整个就是市场呢 是不是真的好转 但我觉得就其实从股价上来看 它现在已经逐步站稳了 我相信市场也是觉得随着这一些金服算 然后大家的需求增加的时候 其实它的业绩应该还是可以就稍微好转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反而虽然就这一个业绩不太对吧 但是也可以就是看到股价有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反而觉得就坏消息已经出来 大家对于前景的一些憧憬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 就是对于股价的一个支持 嗯 明白 好的 那我这一节时间我们先聊这边呢 接下来我们先去一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 再继续回来跟风主聊